大家好,现在是3月17号早上十点 昨天晚上的马来西亚的政府就有宣布说 就是从明天开始3月18号到3月31号进行这个行动管制 因为现在这个情况有点严重 就是除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政府部门 还有一些生活用品的雜货店啊超市会开以外呢 其他商店全部要关闭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先去把一些 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些外币想要先把它换掉 不然真的是认真穷啊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在超市上面 如果看到有没有那么多人的话 可以去买一下日常用品 因为昨天我们就看到网络上有传说 就是大家都疯狂涌去超市 我觉得这样就是反而会绕成更大的群聚感啊 如果没有人的话我们就去买一下 如果有人的话就会去买啊 好我们进来咯 这边看起来还好没有很多人 今晚9点是最后一次交易 然后呢之后这个外币兑换商就要放14天的假 到4月1号才会重开的 刚刚发现后来我们现在看超市没有什么 所以我们进去买一下东西好了 买一下热情东西 因为现在是早上10点多 所以还没什么人超市还是蛮空的 因为昨天我看新闻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 整个超市满满的人 因为大家就是一听到消息以后就疯狂出来抢脱 现在目前的状况是还好 因为可能今天大家还是有上班 所以超市里面还是没什么人 还蛮多米的 大家就是放心好了 卫生纸 还剩下的就是上面这个 Tesco自由的品牌 下面那种一般的卫生纸都被抢货 到底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抢卫生纸 你知道两个礼拜对于人家来 这个卫生纸就很抢货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吗 可是抢卫生纸的都是大麦 好那一份比较夸张 这边都空了 可能小朋友就是害怕没有奶粉喝 所以奶粉比较可怕 这种饼干干粮区比较夸张 就全部空了 可是后面我看到就是有在烹火了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慌好吗 这是调味料区也是全空了 这是猪肉糊全空的 好这边是冷冻食品糊完全空的 超夸张的 超夸张的 很夸张 剩下的应该就是最不好吃的东西了 全空的看到吗 这边 Oh my god oh my god 这些完全没有了 这边是一些菜啊什么的 也是完全没有了 空了 现在这边好像有越来越多人的感觉 我们要赶快离开了 大家的排队已经排到这边来了 这个人龙 这是开玩笑的 就是买超多的 如果是自助结账 就只能再十样一下 所以我们买了两样 所以可以很快的就结到了 我们到药局了 我们这边写 口罩干洗手跟spray都没有了 好这药局在这个管控期间还是会开的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到药局买药的 好了我买了一些小东西了 所以我们要失手离开了 这边人差好像有越来越多 然后现在连那个手推车已经被大家拿完了 我觉得我们要赶快离开这个人群 然后大家真的不要慌 因为呢超市还是会开的 大家就是一窝蜂都涌进来 然后把所有东西买完 然后剩下的人其实可能会买不到东西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恐慌好了 然后接下来就希望大家就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记得待在家里 好吧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因为还没记得家里 或许多都没有办法 我会不及遵守 这尝词在圆读里的 这尝词在把鍼灯梯里的 鸟灯里的变化 社区里的变化 你要这么多话 我们今天试通讨的 喜欢你在家 什么 去 那个